我很钦佩你们 你们身上我看到人性的光辉 我说的是真的 就你在你老公生意失败的时候 离不离婚这个事情两说 这不重要 其实因为你还是 陪他一起去打工去还钱 就是还是在一起嘛 根本没有想过任何跟他 要分手要离开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他也是 其实他也是 你看第一个他没赖账 第二个 人家欠他钱的时候 他没欠下面工人的钱 就到这种程度 我们还能够做到 我欠人的钱 我一分不差的又要去还 人家欠我的钱 但我绝对不拖欠别人的钱 所以我特别佩服你 我希望你们能走下去 所以我想分析一下 这您丈夫的心理成因 您丈夫为什么 在这段时间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我想告诉你这个事 他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 导致了动作的变形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 进入正常的生活 他赔在你身边 他帮你还钱 其实我相信你觉得欠他的 欠孩子的 欠你爹妈的 欠很多人 看着孩子一天天大起来 你的钱还没有还上 我相信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这些巨大的压力 使得你不再关心周围的一切 刚才左杨老师说了 你不关心生活了 你不关心爱人了 你甚至连孩子都不关心了 他对孩子很好 我知道他对孩子很好 但是在生病的时候 他会考虑钱这件事情 对 但是这个事情我很难受 你的动作在变形了 我个人认为 你的内心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大 或者说你的内心崩溃了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真心实意地给你的建议 不要再提翻身这件事情 我这么跟你讲吧 其实我记了几笔啊 就是一个是什么呢 叫能力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你赚钱也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 或者技能 没有发生一个本质的 飞跃性的变化 那么你赚钱的速度这件事情 是不会有飞跃性的变化 所以你不可能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太难了 翻身这件事情 导致了你的心态的失衡 你觉得我可以突然之间 赚到好多好多钱 但是你的能力 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你懂吗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你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你去一次次压住 然后一次次亏更多钱 就会成为必然 还有一个就是 安分干活 勤劳积累的不是金钱 就是你攒下来的那些东西 不是金钱 而是你的技能 就你每天花时间 你可能只是当服务员 但是你的阅历在发生变化 这些才是你的积累 相信时间 相信积累 相信夫妻之间 亲人之间 他们真正需要的 不是把那些刁买回来 而是你在他的身边 我觉得相信这些事情 可能才是他愿意 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真正的原因 谢谢 谢谢 谢谢